上禮拜,我们的行政院突然大动作 我们要来搞一个囤盲税2.0 当时说行政院开院会的时候 怎么没有内政部的官员跳出来 说院长,你不应该开这个记者会啊 你现在提的囤盲税2.0,自爱衔刑 怎么大家都不讲这些话 开始歌功颂德,我们政府好棒棒 一定是大幕子啦 哈喽,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7月16,上凯道,公平正义,救台湾 我们的诉求,居住要正义 接下来的内容,我就再也不是老师了 因为我今天要请一个真正的老师 过去这十几年来,推动居住正义 不遗余力,独次改革组织 AWS的秘书长,彭央凯 还有线上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老师,对不起 我今天不是老师,我是学生 黄同学要陪着各位网友 一起来谈,政府这几年来 在推动居住正义的时候 没有做到的地方 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做 2016年,小英总统推出了房市三件 那个时候我记得AWS 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说房市三件设垮青年 其实我到今天 我都认同他三个政策的政策方向 关键是没有做到嘛 他执政从2016到现在 房价越来越贵嘛 我们的屯房,我们的炒作 是比以前好了,还是越来越严重 台湾的那个租屋的黑市 有没有解决 所有租房都知道 我们这几年的租金 是变贵了,还是变便宜了 那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我也完全支持 因为我个人也是 台湾最早推动 倡议社会驻展的人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真正被落实的 现在大概只有2万多付 所以基本上那个效益 还没有看到嘛 我现在要代表我们的蔡总统 对奥尔斯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没做事 我傻了很多钱下去耶 去年光租金补贴就丢300亿耶 上个礼拜 刚好行政院丢出来说 他们要推囤房税嘛 我一直觉得 他这些年我用个比喻就是 他的改革很像在挤牙膏 他也在挤牙膏 对对对 大家会问我说 你哪有推10下登录2.0啊 有推平均地权条例啊 他也要推囤房税啊 你为什么要骂他 问题是 为什么他不早点做 拖到2020年底 才过这件事情 去年大败了以后 本来哦 根本要排审或不排审的 平均地权条例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过了 所以人民的声音 绝对会是有效果的 而且要再度的印证 我们讲了很久的话 只有民进党不想过的法案 没有民进党过不了的法案 是是 我想我们 包括我 包括很多年轻人 绝对都支持政府盖社会住宅 可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是 那请问到哪时候才等得到吗 我们赖副总统 他又提出了一个 要盖50万户的社会住宅 50万户 是 我提出我的愿景 500万户 社会住宅 不要瞎掰好吗 囤房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讲到烂了 第一个很怪的数据是 房价越高空屋越多 台湾有117.5万户的空屋 另外一个是 我们房价越多 我们囤房越多 这张曲线图代表什么 代表是 持有超过3间房子以上的人 在104年6月的时候 台湾有33万人 结果到了110年 这样人变成50万人 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多人 拥有更多房子 右边这张 我们台湾的新房子 有超过一半的是谁买 是非自住的买 什么叫非自住 就是买的人 他已经有3间房子了 他继续买 印证了我们这几年讲 那种新开发器的预售屋 都是谁在买 真正自住买的不到一半 我们来看一下 抑制囤房 过去我们的政府是怎么讲的 我们政府有搞了一个叫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在2019年 网友自发信就提了说 应该课征空屋税 那2020年又有一个案子说 第三户的房产要加强强制 课征囤房税 提了我们政府怎么说 台湾没有囤房问题 苛囤房税自来难行 地方政府反对 课了之后 我们的租房子都会受影响等等 可是我想说 反对的理由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四的一天之内 这些理由都不在 上礼拜 我们的行政院突然大动作 我们要来搞一个囤房税2.0 然后说行政院开院会的时候 怎么没有内政部的官员跳出来 说院长 你不应该开这个记者会啊 你现在提的囤房税2.0 治安成行 怎么大家这样 都不讲这些话 开始歌功颂德 我们政府好棒棒 一定是大幕子啦 但是 我们现在讲认真的 行政院上礼拜 提囤房税 证明了就是说 他们最起码 他们承认 台湾有囤房的问题 囤房的成本太低 但 他们所推出来的那个版本 我老实的跟大家讲 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假球 不会有什么用 我先讲一下两个数据 大家知道没有效果在哪里 目前台湾现在有10个县市 已经有做了所谓县市的囤房税 这些10个有实施囤房税的 平均就是这些囤房的多户 一个人一年多收5000块 你有方式可以买到第4间第5间 而且房子有几千万的 一年给我多收5000块 我会因为这5000块 我就不要继续再买房子吗 不会啊 我睡觉都会笑 那这一次的版本呢 政府很有魄力哦 他说哦 本来的税率只有到3.6 他这次说我要调到4.8 他们觉得平均哦 每一户的税 从5000块变成了7200块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拍案找去 所以说这一次的法案的真正的关键就在这嘛 我们克这个税的目的是什么 克了囤房税哦 会让人家就不要再囤房 空的房子会拿出来用 那如果从这个目的来看还是无效嘛 那因此这次游行的诉求是 空屋的特别税 我们觉得应该换一种思维 那我们建议是依照财化法的19条 由中央来定一个 囤房特别税 或叫空屋特别税都可以 地方房屋税就回到地方嘛 是 那这样同一做有几个很大的好处 第一好处是 因为我们是用中央税 所以我的税基跟税率可以重新设计 是 你可以跟现在的房屋税完全无关 大家现在了解一下 其实目前的房屋税 我们税率其实是不低啊 问题是我们税基太低嘛 税基严重的偏离事实嘛 你简单讲就是1% 到底是乘以多少啦 就实质有效税率是多少 我猜代者万分之0.5 可是如果是中央重新订 你就可以完全跟这个事情脱钩 所以你可以订一个非常有效的税 而且我这边强调税是什么 它会依照你的房子的数量 还有空置的时间累计 例如今年给你课了 各位 你继续放明年我再累计 那第二个事情 我们的重点 我们不是房屋税 因为房屋税就是说 你有房子就要缴税 我这里的重点是 你的房子空置在那里 才会被我克证税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我的税很重哦 雷劲哦 可是只要你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 更重要是你要不要去加入我们的包租贷管 你就不会克 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房子是在这边的相争 你不被算在囤房税 所以我也不会误伤无辜 因为那边本来就没市场嘛 对 最后一个特别税有什么好处 特别税它的收入可以指定用途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不拿出来出租 我被我克到重税 我这税收了干嘛 拿来去盖社会住宅啊 是 这样我们50万户才会盖得出来 对对对对 这样有钱才能盖得出来 第二个租屋黑市 我先问一个问题哦 台湾到底有多少的房子在出租 我讲是住宅 没有人知道 我们政府也不知道 我们推估大概是这样 台湾的租屋市场 大概黑市的比例在70%到90% 简单说 100个房东里面大概有70个到90个房东 隐匿租屋事实 到背后讲话其实就是逃漏税 是啦 好 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掌握数据 我们可以订各种租屋政策 我们可以发300亿租金补贴 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呢 租金补贴就会很多的问题 最简单 年轻人都知道 看得到吃不到嘛 我们政府每天都告诉我们 跟你们年轻人讲 你领租金补贴 不要问房东啦 可真实的状况可以这样子吗 那你真的去哪的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房东第一个说 他要把我给你涨租金 租约到我就不租你嘛 去年我们发300亿租金补贴 质询率只有五成多一点 租屋黑市的事情 你没有解决就做不到嘛 第二个事情 我们台湾的租屋族 我觉得特别年轻人 是一个二等公民 大家知道 通常租房子 房东也是不给你涉户籍 为什么 一样是怕租屋事实曝光嘛 不能涉户籍有什么后果 大概就两个最重要 简单讲 第一个 你的政治公民权被剥夺嘛 如果你没有产权的人 你在那个城市住在久 你也不是那个城市的市民 因为我们对市民的认定就是有户籍 你有户籍你才有投票 你有票呢 我们市长跟市议员才会重视你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福利 都跟户籍绑在一起 所以你没有户籍 例如年轻人你说托婴 托幼 然后各种的福利 你都没有资格可以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们政府也跟我们讲 我们租房子设户籍 不用问房东 可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如果房东跟你翻脸 他不续约 他可以长住的时候 请问政府会帮我解决吗 不会 那个后果就请你自己负责 好 这才是现在的问题 这个就会牵涉到 这一次我们716凯道集结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诉求 就是租屋市场透明 台湾租屋黑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税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推估大概90%的房东 是个人房东 代表什么 他的税是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税 所以他会有跳级的效果 所以简单讲 他是因为税的事情 他不想曝光 第二个事情是因为 他已经逃税很多年了 所以如果曝光了之后 不光是逃税 还要追查过去7年的 你听这好可怕 是吗 所以就变成说 没有人想要弃暗投入 所以我们讲法是怎样 很简单 我们建议的第一个事情是说 我们要把租认所得税 采分离课税 就像当年我们证所税 有没有讲说 证所税就是分离课税 而且我们要 税要很简单 单一的低税 让房东他的合法成本降很低 财政部每天就讲说 会有什么税损 我说税损的头 因为现在这个制度是没有人在缴税 我说你不如让他愿意 合法他的租屋事实就透明 第二事情要解决 刚刚讲的他怕你 我今天来去登记 你会不会来查我的旧账 所以定格要大赦条款 意思是说 如果你依照这个新的制度 来跟政府租屋来申报 你过往的逃漏税 全部既往不救 所以就也给大家一个诱因 我要不要透过这个机会 我就正式弃暗投明 第三个呢 如果你这个房东 房子是愿意租给领租金补贴的 跟包租贷款的话 我税负再给你优惠 那几乎税可能低到 等于就是没有再克税了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让现在是70%到90%的非法 逆转过来 针对少数的非法 我们政府才能够加强查记 我听彭老师这样讲完以后 我只有个结论 716的凯盗集结 不仅是房客要出来 我觉得房东都应该要出来了 第三个 社会住宅我们要持续的新建 这个宏框的部分是截至到 5月31号 这是最新的数字 5月31号 我们已经盖完了 大概25,480户 剩下在新建中就是正在盖的 有33,194户 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 全世界我们可以讲很多国家 让他社会住宅盖蛮多的 是 可是真的了解状况是 人家可能是盖了半个世纪 甚至像荷兰是盖了100年 这么多年来 他们会不会政党轮替 会啊 可是为什么他们政党的换来换去 为什么社会住宅这政策一路被盖 现在的台北市就不太想盖 我就公开讲啊 社会住宅这个政策 我们要问的是怎么样 让他可以持续新建 是 我们现在社会住宅 是全世界非常少见的用抽签的 你要抽社会住宅要去拜拜靠运气 我举例台北市社会住宅的重签率低于5% 新北大概低于10%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提说台湾的社会住宅 我正讲要完真的 我们就要采行轮后制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抽签这样的比运气的方式 我们不会形成一种压力 抽不到就是怪自己嘛 那不是因为政府不盖啊 我们的政策就很容易跳票中断 好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什么是轮后制 我第一个先给大家的概念 这是全世界普遍的做法 抽号码牌嘛 对 像我们现在吃拉面抽号码牌啊 我排在后面的 你面不煮出来后面就暴动了 那这一次游行的诉求有第四个 大概过去这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 发现一件很奇怪的是 我们的政府竟然自己在带头草地 台湾有很多什么区段征收啦 市地重化 这些土地开发出来的利益 它都有公共的性格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一次认为说 不管是区段征收 不管是市地重化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住宅政策衔接在一起 要让这样的一个重化或区政制度 衔接住宅政策 我的指标是什么两件事情 区政跟重化 你政府有没有拿到社会住宅 第二个事情是你的区政重化之后 你不要每天都给我盖那种豪宅 你有没有办法盖一些比较平价的住宅 没有这两项指标 这个案子不应该开发啦 我们政府过去的区段征收市地重化 政府会拿一些地回来 我们政府以前怎么干呢 就拿去市场公开标售 然后最高价得标 因为政府一标的话 就把当地的地价就把它炒到最高 上面盖房子就水涨船高 所以我一想法是 政府以后拿回来的房子 不应该再来去标售的 我觉得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我觉得 你要不要学一下台湾民间的一般地主 我跟建商来核建嘛 就我出地开发商出工 最后我们核建 我们要分屋嘛 用这个方式政府可以不用任何的成本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住宅回来 这些房子优先来提供给年轻人来住 在这几个改革的诉求里面 我认为会冲击到的人数最少的 其实是第四个制度 因为第四个制度没有几个人玩得起 我觉得最难因为 第四个诉求 因为非常多人赚钱的方式 就被我们干掉了 其实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看社会住宅的比例 台湾的数字是0.21% 跟我们比较临近的韩国比 9.37% 其实你看这个距离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当然我们还是鼓励 不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肯盖社会住宅 我觉得都是好事 支持居住正义的这个概念的话 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站出来 是没错 那杨凯跟奥尔斯的朋友 都会一起 我们也会去 来到现场 欢迎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去关注我们的网站 还有脸书 就打奥尔斯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 好那非常感谢 各位网友今天晚上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记得礼拜天下午2点716 7月16号见 凯刀见 我们不见不散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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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